使徒行传第七章 大祭司就说 这些事果然有吗? 斯提反说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在美索布达米亚 还未驻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我索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 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 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神说 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 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 苦待他们四百年 神又说 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 我要惩罚 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侍奉我 神又赐他哥里的约 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 第八日给他行了哥里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先祖极度约瑟 把他迈到埃及去 神却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 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 得恩典 有智慧 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 监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 全地遭遇饥荒 大受艰难 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 就打发我们的祖宗 初次往那里去 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 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约瑟就打发弟兄 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 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世间 葬于亚伯拉罕 在世间用银子 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即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 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 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 苦害我们的祖宗 叫他们丢弃婴孩 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里 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拾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义 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就护必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就劝他们和睦 说 你们二位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舍地 把他推开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殿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 有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异象 便觉稀奇 正近前观看的时候 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 是圣地 我的百姓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 你来 我要拆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 就是百姓弃绝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的 神却借纳在荆棘中 显现之使者的手 拆派他做首领 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 行了歧视神迹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 和西奶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 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那时 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拿祭物献给那像 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转脸不顾 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 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以色列家啊 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请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账目 和礼翻神的心 就是你们所造 为要敬拜的像 因此 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我们的祖宗 在旷野有法贵的账目 是神吩咐摩西 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这账目 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 当神在他们面前 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约书亚 把账目搬进承受为业之地 只存到大魏的日子 大魏在神面前蒙恩 祈求为雅各的神 预备居所 却是所罗门 为神造成殿雨 其实 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你们这映着景象 心于而未受割礼的人 尝试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欲仙传说那 异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 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话 就极其恼目 向斯提反咬牙切齿 但斯提反被圣灵充满 并惊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 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 捂着耳朵 齐心拥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斯提反 呼吁主说 求主 耶稣 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 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 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 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